这是国内低空飞行的小霸王 飞天三轮 悬翼姬 这是国外短距起降的顶级作家 Leo小熊 两个都是短距起降高手 那么让悬翼姬对战固定翼 会炸出什么火花呢 今天就跟着雪龙来看这场大乱吧 悬翼姬首先出场 直接把最低速度门槛焊死 固定翼本想叫大哥F35B过来 奈何他在潜水没空 Leo熊这时放下金翼 还是以极低速度完美应战 悬翼姬紧接着来了个神龙白尾 我横着飞这下固定翼没招了 此时小熊来了个感作配合 这招不就是固定翼降落时高度太多 经常用的侧滑销高吗 当然特技飞机表演约有侧滑通常 悬翼姬紧接着开始上难度 快速爬升 然后直接来了个180度拐弯 固定翼这时叫上特技机大哥 不就是Starter吗 力大专飞 这个落叶飘悬翼姬又当如何 悬翼姬轻面一笑 后退飞肯定不行了吧 论机动性就没服过谁 信不信我倒车表演个落叶飘 我的天哪 不过也别想固定翼那么快认输 普通固定翼能完成的筋斗动作 悬翼姬能完成吗 这时悬翼姬也开始俯冲加速 达到足够速度后 一个拉起 直接来个小半径筋斗 这是高手 好吧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这太练了 哇这个确实练了 这太练了 这操作 固定翼姬都快挂不住 是时候拿出杀手锏了 你见过能一直倒飞的悬翼姬吗 你见过三凤子 能超高速远距离巡航吗 不讲武德 不过悬翼姬也有杀手锏 虽然某些固定翼起降 可以非常逆天 但悬翼姬可以表现得更离谱 这是国内大神徐斌的最新作品 拉总局 悬翼姬就这么直直落地 那么对这两种飞行器你怎么看